你 你房间也停电 你的也是 这里没事 总店在哪里 在楼下 我带你去吧 我看不是普通的庭店 应该是电信太旧 烧掉了 也难怪 这间房子比我们还要老 家里没有工具 我看今晚修复好了 明天早上我再看一看 本来还打算回来赶工的 看来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 你整天忙忙碌碌的 今晚就好好地休息 没有灯光至少有星光 我都忘了有多久没有看星星了 你太忙了 忙得连给自己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以前我在台北也跟你一样 从早忙到晚 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 你不是说有一个同伴 跟你一起打乒乓的吗 是啊 但我们也只能趁农场主人不在的时候 偷偷地玩 有时候我们累到躺在田地里 看星星 看到睡着 那里跟新加坡不一样 晚上很暗 漫天星星 感觉一伸手 就可以抓到一大把的星星 那里面 一定很美 我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超大的红色月亮 我只看过一次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有时候我想 有时候我想 那个时候 我们一无所有 日子很苦 但 但 我们有星星 月亮 想想 也蛮幸福的 哪有星星 你骗我 哪有星星 你去看月亮 今天日安很大 大人 大人 对 你嘉宾 你呀 有时候会有个人 不是 你呢 就行 离开 所以她说 天吻去温暖的心房 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城里的月光 把梦照样 请说梦的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落成个夜晚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月亮会保护我们 给我们幸福 我当时真的信你 我听康德说你为了找我 空到没时间找男朋友 你现在有空了 恋爱就跟食物一样 都有最好的日子 我就像快过期的商品 要么就减价卖掉 不然就等过期下嫁 你们男人就不一样了 越成熟就越有魅力 哥 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怎么样才算是喜欢 我也不知道 你忘了风收是怎么叫我的吗 母丹花 意思就是 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后 就没有谈过恋爱 泰国有一个女神叫纳佳 传说纳佳和人间的一个将军相爱 结果被上天惩罚 但是如果她可以保护人类 不再放天条 在一千年以后呢 她就可以和轮回转世的将军在一起 然后呢 一千年以后 她们真的相遇了 但是女神为了救将军 又犯了天条 最后 她们没有在一起 太可怜了吧 到头来 还是一场空 她真的很伟大 为了心爱的人 牺牲自己 可能这就是真正的爱情吗 好感人的故事 这是神话 还是你自己编出来的鬼话 你来干吗 我担心你 我担话 这里有很多蚊子 小心被蚊子咬 我们的家庭店了 我跟哥出来透透气 干吗要担心小怪 庭店 奇怪 这么多房子 只有你家庭店 是不是有人做了手脚 我们的家那么旧 电线坏了也很正常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被害妄想症 好过有只狼痴心妄想 我听说有时候狼也不知道自己是狼 你说我是狼 我只是打个比喻 我没有说你是狼 你说我小心一点 放手 不要打了 放手 不要打了 我的头很痛 平安 你没事吧 你走开了 有段话你没事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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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